面朗的健子肉 稳重的步伐 强健的上肢 在成都市井江区通宝街的一免费健身场内 经常会聚集一群爱锻炼的街头健身达人 而这群人中年龄最大的有90岁 年龄平均在60岁以上 被大家称为街头健身高龄老人 据了解 这群健身的高龄老人 都是平日里在街头健身认识的 他们汇聚在一起健身锻炼 一起交流技术 慢慢地便组成了街头健身高龄团 叶泽良是这个街头健身高龄团的发起人 他介绍 平日里他们还会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 让大家施展各自的强项 突出街头运动的观赏性特点 街头健身跟健身房有明显的区别 就是在于 健身房主要是练力量 街头健身就把力量与美柔和在一起 所以说富有观赏性 娱乐性 我们就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 有些亮点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然后个人施展个人的强项 把健身娱乐观赏融为一体 很受群众的喜爱 目前街头健身高龄团已经发展到了72人 团内既有已经健身了40多年的老人 也有刚加入的小白 他们在一起不仅锻炼了身体 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丰富了他们的老年生活 佳生是我一直都爱好 这佳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体能是慢慢慢慢形成的 这个锻炼身体很重要 我这锻炼了五年 我在这锻炼 结识了很多朋友 我们相互交心 贪心 也得到了很多提高 生活也很快乐 你如果说一个很短点的话 现在非常的孤单 很有气氛 大家人多了聚在一起 这个气氛特别的好 这个激情一下崩发出来 这个群体非常好 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正能满满 平时还有我们就是在运动中 随时给大家一个提醒 这个运动基本上接近了极限运动 有些力量型的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如今这群街头高龄健身老人 常常活动于街头 他们的精神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 他们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 总是来这里和这群街头健身高龄老人 一起活动 在这里大概断了有差不多一年吧 然后现在我感觉我自己进步也挺大的 然后从这些大爷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学到许多性的动作 更重要的是坚持健身 然后让我们看到了我以后老的时候 也能像他们身体一样那么棒 在叶泽良看来他们团队里很多人经过运动以后 身体素质明显变好也很少生病 他希望在全民健身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加入到健身的队伍中 并不是那个老年人就不能运动 老了以后运动要十两个运动 经过运动以后我们身体也好了 体质也加强了 就这样少生病 我们主要是经过健身锻炼运动 带领一些小孩子加入在这个团队当中来 让我们的年轻人体质上有根本的改变 全民健身 弘扬正能量 耶